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段落符号 还有像是提示、拼置错误或是文法错误的书名号 这些虽然是不会列印出来 但是或许你会希望在编辑的时候不要出现 这个可以透过Office的选项来做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稍后我们再回头来讲一下表格 点选档案标签 其实我们想要看目前这个档案预览列印的情况 你可以切换到列印 这个就是实际上印出来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段落符号 也没有自动较定的书名号 不过我希望在编辑的时候就不要显示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点选选项 为Word2010做拼号设定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显示 我不要显示段落标记 这个段落标记它预设是打开的 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 在显示之后会出现这个图示 我们把段落标记取消就可以了 可以先看一下 对不对 段落标记全部消失了 这个自动较定的书名号我也不需要显示 同样是点选档案 再从选项 这一次我们要改的是较定 这边有一个自动拼字检查 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要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确定 你可以发现刚才这个CorelDraw 这个可能在 或者它认为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单字 它也不会出现书名号 OK 好 这个我再把它改回来 我还是用预设值显示 还是显示段落标记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表格的设计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选择一个表格 然后再切换到设计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表格样式 所谓的表格样式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表格 在外观上再加一些变化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表格 目前就是很单纯的 很基本的 白底黑字 好 我们这边的滑鼠游标 移到这边的表格样式 就可以看到套用后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它做出所谓带状列的效果 所谓带状列 带状列就是它的激素栏 激素栏跟偶数栏的色彩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设计是方便阅读 好 除了在这边现有的表格样式以外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选择其他的样式 好 我们在这边可以先选 好 点选 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好 再看 或许我希望垂直的线也要出现 那我就可以选择这一项 对不对 好 那 这边你可以看到在标题的文字上面 已经加了出题 其实这是表格样式选项的设定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要标题加出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列取消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加上出题了 但是呢 你现在看到手栏还是出题的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手栏不要加上出题的话 把它取消掉 所以这个可以完全依照你的偏好或需求来设定 好 那这个是带状列 但是因为我们这是功课表 或许你会希望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这样交错的排列 那我就可以把带状列先取消 我们改为带状栏 了解吗 好 OK 那么此外呢 你也可以设定它的线框的 就是线条的类型 好 怎么设定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可以设定笔画色彩 还有笔画宽度 或许我会希望在它的外框能够粗一点 没问题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选择笔画的粗细 我们加宽一点好了 没有加宽 其实你选了这个新的笔画的宽度之后呢 会切换到手绘表格的模式 我们在这个地方 用滑鼠拖曳 可以决定哪些颜色 哪些部分呢 当然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sorry 这个地方变成插入新的了 好 这边呢 我们用滑鼠拖曳 放开之后 你会发现那个颜色呢 是被改成黑色了 因为这边设定的关系 没关系 待会再改就好了 好像粗了一点 OK 那我们再改细一点 我们让它的边框的宽度稍微加一点变化 甚至如果说你希望线条的类型变成其他的类型 例如变成虚线也可以的 我们这边用滑鼠拖曳 你看变成虚线了 对不对 那改完之后呢 再回到手绘表格 这样就可以了 好 OK 对了 我又点了一下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边的颜色 也要改的话 那我们就是在笔画颜色这个地方去改 改好之后呢 那我们再套用一次 好 这样就可以 所以我刚才应该先选好了 好 OK 这个就是设定表格的设计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 版面配置 记得取消手绘表格模式 好 再来看版面配置 点选版面配置 好 刚才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想把纹这个列高呢 再加大一点 篮宽也加大一点 好 然后我们为它平均一下篮宽 点选平均分配篮宽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文字 它是怎么靠起的 等一下 列高也平均分配一下 点一下平均分配列高 没有 这个 列高 好 调整一下 好 这个文字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对齐什么 因为刚才我在常用面板我选择了置中对齐 对不对 但是这个置中对齐呢 它是指水平位置的置中哦 但是垂直位置有没有置中 没有 好 那怎么样才能让它做垂直位置的置中呢 不是在这个地方设定的 我们在版面配置这个地方 这里可以设定对齐方式 你看你如果在这个地方选择对齐正上方 效果跟刚才段落对齐的置中是一样的 我如果希望这些文字 能够真正放在储存格的中间的位置 要怎么做呢 我先拿首篮的标题来讲 在这个地方点选对齐中央 让水平跟垂直位置都置中储存格 点一下 好 再看一次 先选取你要修改的储存格 再点选对齐中央 从对齐方式这个地方 选择对齐中央 这个对齐方式呢 其实是指储存格对齐 所以当你选择一般文字的时候 它是不会出现的 好 这是版面配置的设定